布林肯他終於呢 抵達到了北京 然後呢 這個街機的狀況呢 也引發大家討論 中國大陸網友 不斷的在講什麼呢 說啊中國大陸啊 這個真的很有創意哦 有這個沒有紅地毯 是紅線 然後意思是怎樣 意思就是說你布林肯 不要愉悅中國大陸的紅線嗎 你看到這邊 有一條紅線 好 另外來看到紅線 當然是什麼 當然就是台灣的議題了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呢這一次 包括說布林肯訪問這件事情啊 當然是要鋪陳習敗 有沒有可能啊 通話啦或會晤等等的 6月17號的時候 拜登他又說 希望在幾個月內 能夠跟習近平主席會面 而且他還幫中國大陸說話 說啊 他不認為習主席 知道那個氣球的事件 還說氣球事件 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尷尬多於蓄意 意思都不是故意的 然後NBC也說 氣球事件發生之後呢 拜登是有希望跟 習主席來通話 不過被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給勸阻了 因為看起來好像是 拜登在啃求談判嗎 但是 三位美國人 三種訊號 布林肯訪問 中國大陸 然後呢會談台灣 烏克蘭問題 然後國務院的網站的首頁 更換成中國大陸接近 希望能夠談嗎 但是中國大陸 要跟你談可以 要怎麼樣 要抵制的話 中國大陸也不會讓的 來看到布林肯最近呢 在訪華之前 還跟日本 那韓國外相說 重申 三方持續合作 還有堅定的承諾 那中國大陸 6月17號 就在東海附近 舉行了軍事演習 然後呢 來看到另外一個 蘇利文呢 他也跟日本 跟菲律賓的 國安顧問進行會晤 然後說呢 他們有安全對話 要應對 安全條件 包括南海 東海 北韓跟台海的問題 然後呢 日本跟菲律賓 要幫助他嗎 說什麼 日本正在準備 向菲律賓提供軍事的援助等等 那軍事上之外呢 還有呢 商人呢 也就是比爾蓋茲 訪問中國大陸 習主席說 中美關係的基礎 就是在民間 這三組人 其實意義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次 本來就是正反兩種聲音 同時出現 這個我感覺蘇利文是扮黑臉 那布林肯 布林肯他是訪問嘛 不過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在 形勢上的措辭 都要求得非常嚴格 對 比如說他不會說應邀 他說叫中美商定 然後秦剛之前打電話 那個給布林肯 基本上也是說這個 這個因為印你的要求 我打了這個通電話 所以那個主動被動 我覺得就是很強調 那會有這種情況 通常就是我對你沒有信任 所以我自製足跡 對於形勢上的要求就很多 那外長訪問本來就 很少見有房地毯 你又不是國家元首 對 那個 不過地上畫紅線是比較少見 這有沒有象徵意義 我就不知道 不過就是說我們可以對比一個 就是2018年6月14號 蓬佩奧那次他是印王毅之邀 他去訪問中國大陸 那事實上也是 大概同樣的接機規格 而且有見到習近平 那可是那個就是 因為剛上任 所以大家認識認識 還在小陽春嘛 10月就破局了 10月貿易戰就開大了 結果蓬佩奧又去了一次中國大陸 那那次就是忍獄 我覺得布林肯這次大概介於二者之間 我也不能夠說他會被忍獄 事實上 我剛有朋友說 在釣魚台賓館已經 已經這個兩個人已經見面了 那博恩斯進場 這個秦剛還跟他敲了敲拳頭 這什麼意思 這個在美國人的意思就是 你懂的 OK 講美式的包丁任何意思 就是基本上 我們大概有默契了 是這個意思 OK 就是搞定了 搞定 可是搞定不是說內容搞定了 是說他已經到釣魚台賓館這樣 是 我覺得這一次布林肯的核心議題 他在美國所講的詞是 是激烈的衝突需要持續的外交 以便那個 還是又回到他的護欄理論 那我覺得他這一次來 當然是站在美方的立場 他主要是 希望俄烏的部分 能夠再一次確認 中國不會軍演俄羅斯 那另外一個就是希望房長 就是軍事的溝通管道能夠恢復 李尚福跟奧斯進的 對大概是 不是他是說 既有的軍事溝通管道都要恢復 我覺得美國的主訴求 是這兩個 因為他知道他不適合談經濟 因為這一關他如果過 那中方當然就是要談台灣問題 對 就這一關你如果過了 那自然下一關就輪到葉倫來 對 那9月9號G20 或11月的APEC 對在美國 那拜登跟習近平就有機會高峰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連續的博弈 就布林肯你這一關如果是 不盡理想 那搞不好明天就習近平也不見了 那接下來葉倫能不能去 就不用去了 恐怕也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美國應該有放在心裡 就是他到底 拜登希望達成什麼目標 我認為拜登的意志最重要 就是他認不認為今年內 他要見到習近平 如果他認為兩人的高峰會非常重要 攸關他明年大選 那我認為布林肯就會做出適度的讓步 OK 不過今天談完明天早上就知道了 是啊 這個中國大陸現在 因為有極限思維的一個狀態 現在美國你要跟我合作就合作 你要跟我打壓的話 中國大陸也不讓你的 憲姐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布林肯這一段行程就被講說 就為習一拜會面的高層訪華來鋪路 包括葉倫 雷夢多 會不會有可能接著訪華呢 另外連中美博弈都需要對話了 兩岸當然也要對話 最近來看到是海鯊論壇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 其實去參加了 大陸政協主席王滬寧也參加 在這個海鯊論壇當中 其實王滬寧說 兩岸同胞都是一家人 加和萬事充 習主席特別有說 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 促進兩岸經濟文化的交流 但是台灣陸委會就說 中共長期以來 企圖要透過交流統戰這個平台 意思就是說 這個海峽論壇是交流統戰的平台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凌就說 海峽論壇舉辦很多年 這是民間交流活動 民進黨到底在怕什麼 在擋什麼呢 憲姐 我先講一下海峽論壇 因為今年是第15屆 也就是疫情三年之後 重新恢復實體的這一屆 所以你可以知道已經15屆了 那今年用加大力道 來抨擊這個海峽論壇 是民進黨的一個新的做法 因為過去 不光是有很多民間的交流 無論是體育宗教 或者是地方基層組織 來的人都非常多 曾經有數萬人那麼大的規模 那今年的規模呢 顯然是小一點 因為當然跟民進黨對於大家的恫嚇 有點關係啊 那麼 如果說民間都不能常來常往的交流 難道我們要走到1987年 台灣開放探親之前的那一個 兩岸規格的道路嗎 那麼我們如果中美之間都要有一個 溝通交流的管道 兩岸之間難道不應該很積極的 去維繫一個溝通交流 並且共同發展的管道嗎 如果沒有這個 我們真的很可能走一個 歷史的大回頭路啊 那我現在回頭講一下美國 我覺得這次真的非常精彩 那我在前幾次聽到 我們大家不是一直都在講 他的什麼底線思維 極限思維 那最近在出差的時候 看到大陸人用了一個很有趣的詞 他說這個叫做 美國在做碰瓷外交 就是他每次都 先說要見面見面見面 然後就說好你看你不見面 你拒絕婉拒溝通 譬如說在香格里拉的會談 以及最近在布林肯要來之前 不是他們也發了很多次說要來要來要來 所以他們現在發明了一個新的詞 碰瓷外交 我覺得還蠻值得我們大家想一想的 因為在外交呢 其實就是一個細節的工作 什麼事情都是看細節 所以剛才你們談了一下說 跟2018年蓬佩奧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不要忘了 2018年的時候已經是特朗普了 已經開始對於中國大陸 採取非常嚴厲的 這個貿易制裁的手段了 所以如果把這個特朗普 跟拜登連在一起看的話 他們兩個人對於中國大陸的 這一些比較大的敵意 其實沒有差別 所以我們要比的話 應該比一個兩岸 就是中國跟美國比較好的時間 所以他們有一些人 我也是在網路上看到 就比了Hillary的那個時期 那麼Hillary也是國務卿 那麼她在這 她來訪的時候呢 她受到的待遇 其實是有紅地毯的 所以當然兩岸中間好或不好 就會在這些外交的細節中間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而且還有第二點就是 美國的態度我覺得非常有趣 我想大家都不健忘 因為布林肯以前是講那個 很嚴厲的話的 然後忽然之間呢 變成蘇利文去開始說 我們永遠是在這裡 我們希望可以溝通 當然我們不會求你們 但是我們是開放溝通的管道 大家回想一下那個碰瓷外交的 那個詞啊 然後最近呢 又是拜登自己出來說 說哦那可能這個習近平主席 他自己本人不曉得啊 氣球事件那個中方可能不曉得 這個氣球在哪裡 他們要表達的是 叫做deniability 大家看那個白宮的那種陰謀 電影裡面都知道 所有人就要去保護他的總統 讓他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說 我不知道 所以說哦習近平主席可能不知道 中華大陸可能不知道呢 是拜登在幫中方建一個 deniability 我放在引號裡面 為的是說啊 好像他們可能是無意的啊 所以說我們打下來呢 大家也不要太過分 可是不要忘記了 那段時候 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 美國的媒體是如何的鋪天蓋地 說這是一個間諜氣球 如何鋪天蓋地的 是一路一路追蹤他在哪裡 那就算他之前不知道看到了 美國媒體鋪天蓋地的指控 跟追蹤的話難道還不知道嗎 所以可以看出來這個藉口 其實是非常薄弱的 然後這個蘇利文前段日子 你們剛說他現在辦黑臉啊 我覺得他跟這個布林肯 兩個人是在交換角色 因為原來的布林肯是黑臉的 蘇利文是釋放善意的 那最近呢 當布林肯必須要到中國大陸來 那他顯然不能辦黑臉的時候呢 他們兩個的角色就互換了 因為他們的確都是拜登非常相信的左右手 如果我們整體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在這一輪的外交跟輿論戰裡面 其實也有掌握自己的先機 不只是西方的媒體在說 哦中國大陸不見面啊 在香格里拉會談沒有見面 布林肯這邊又沒有得到這些要求 事實上呢 他們一直不斷所放話的那些指控 中國大陸包含華春瑩在17號 也用了非常直接的態度去說 美國不要想像說他可以制裁中國大陸 或者是做些行為而沒有後果 所以兩邊現在已經進入了絕對的 你來我往的平式外交 我怕你不要亂來 看到以前的一會兒 還是不停滑 你敢說我也是嚇到 也說我什麼都會這麼做 我怕你會覺得